素雅的庭院一旁梁柱 却是拥有雄伟浮夸的曲线 融合日式吉巴洛克市建筑风格的楼房 是高雄陵园知名的隐藏景点安乐楼 但最近有人经过 却差点被砸破了头 有差点砸到民众 然后拆摊的老板娘说这样很危险 叫我跟屋主讲 原来安乐楼起楼的天花板 台风过后突然崩塌掉落 还好清晨没有游客 幸运没有商人 其实看看周围环境 除了地上有大批掉落石块 有些室内屋顶也已经明显崩塌 但明明已经成了围楼 还是有不少游客前来 都是因为 原来获得金钟奖肯定的热门影集一把亲 也在此取景 包括眷村居住的社区 还有飞机经过时的俯瞰视角 都是出自这里 加上楼房中央有一座独特的楼梯 也成了完美景点 至今仍吸引许多游客造访 这边有时候游客也是会来拍婚纱 之类的 对对会有拍照 所以也是安全性是这个 新建于1930年的安乐楼 已经有近百年历史 从日剧时代就是日军的俱乐部 之后又曾改建为酒家旅馆 建政当地的绝代风华 但由于是私人产业 也没被列为古迹 外界也无从插手干预 楼房的共同持有人 虽然没有禁止外人进入 但为了安全起见 将会先悬挂布条 提醒大家小心再小心 TVBS新闻赵丽何一姓 高雄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